初時是症狀上的不便 但如果胃酸倒流是嚴重而不處理的話 病發症都可以很嚴重 尤其是食道嚴或者食道和胃的膊口 這裏是因為灼傷而引致溃揚 若果如果再不處理的話 這裏的後遺症可以食道收窄 甚至引致食道癌 其實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如果醫生問症之後覺得 都似是胃酸倒流 我們可以嘗試短暫的質子分抑壓劑 例如2至4個星期 如果是胃酸倒流的話 通常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改善 當然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我們可以去做胃鏡 胃鏡我們通常都會看食道 整個胃十分之長 尤其是在這個位置 有沒有一些胃酸倒流引致胃炎 食道炎的跡象 但如果用胃鏡的話 通常只有兩三個病人 有胃酸倒流看見有食道炎 其餘不會在胃鏡看到胃酸湧上來 所以未必每個人都可以用胃鏡 去診斷這個病 比較複雜的 我們有一些二十四小時的胃酸測試 但那個比較麻煩 病人需要用一支導管在鼻子裡插進去 導管就會一直到食道 在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就會量度 這個位置酸性程度的時間 以及它有多酸性 這個位置是最準確的 可能準確程度達到百分之八十或九十 但會比較不方便 常見的 我們常見病人會以為 因為他的症狀通常都是 火燒心在胸口不舒服 所以有時他們會以為 心臟會有問題 會去心臟科醫生求診 回到後也有病人 其實心臟有時 但他們以為是胃不舒服 於是便會來找腸胃科醫生 所以兩者都會有相關 例如一些不太典型的症狀 例如喉嚨沒有東西在 感覺或是咳嗽 有時病人都會去找耳鼻喉科 或是胸肺科 以為是那個反而有事 如果簡單一點 有些病人如果是輕微的胃酸導遊 一些生活習慣上的改變 都可以令到他的症狀 沒有那麼厲害 甚至減輕他吃藥的需要 例如減磅 我們知道肥胖是胃酸導遊 其中一個高風險的原因 至於生活習慣上 我們會建議 尤其是大時大節會多見這些 所以會建議不要吃那麼多 不要吃那麼飽 少吃多餐 吃完東西之後 起碼要兩個小時才睡到床 因為你會看到胃 如果你是晚餐吃到很悶 然後很快睡到床 你根本胃 沒有時間去消化所有的東西 將它排入小腸裡 變得很多東西便容易 一睡下來的時候 沒有了地心吸力的幫助 這些東西便容易湧上來 減少煙酒 肥膩食物 還有一些咖啡因 含高咖啡因量的食物 會有幫助